光明佐使杨潇为了重振明教 要白眉英王殷天正交出神兵以天剑 殷天正要以真本事对付杨潇 将以天剑扔到了半空 随后与杨潇动起手 两人激烈交锋的同时 把以天剑再次踢上了半空 在没有分出胜负以前 两人是不会让以天剑落地 可两人的武功十分相近 交手三十几招不分胜负 只好换一种打法比拼起的魅力 杨潇身上的紫色真气 与英天正的金色真气分平抗礼 依旧是僵持不下难分胜负 季晓福偷偷跟了过来 或许是担心杨潇的安危 也或许是为了夺回以天剑 与此同时 英野王带着手下赶到 季晓福替杨潇挡住了毒标 以天剑也落到了杨潇的手上 英野王还想上前动手 却被英天正出言阻止 杨潇正面击败了英天正 让英天正心服口服 认为杨潇有资格带走以天剑 杨潇倒也没有客气 抱着季晓福离开了天鹰叫 季晓福中了英野王的毒标 浑身发冷神志不清 竟然一把抓住杨潇 扑入了杨潇的怀中 杨潇本就对季晓福心存好感 干脆紧紧抱住了季晓福 用自己的体温替他驱寒 而这一幕恰恰被丁领军看到 丁领军回到客栈后 在嫉妒心作祟的情况下 隐瞒了季晓福的消息 只说是杨潇抢走了以天剑 就是你叫逍遥二仙的光明所使者杨潇 此人武功诡异 虽身在我教 但行事作风还算端正 得知以天剑在杨潇的手上 灭绝师太命令丁领军 速去打探杨潇的行踪 画面一转 季晓福醒来发现睡在杨潇的身边 惊慌失措之下连忙起身 还猛地给了杨潇一巴掌 不管不顾地冲出了破屋 结果晕倒在了大街上 被英黎婷和陌生骨发现 带去了附近的医馆治疗 杨潇也尾随两人 来到了医馆伺机而动 大夫告诉英黎婷 季晓福中了剧毒 大夫你能帮他解毒吗 解灵还需记灵人 谁下的毒 找谁要解药 杨潇文言新知要救纪晓福 就得找英野王讨要解药 既然纪晓福是为他受伤 他杨潇就不能坐视不管 于是杨潇再次回到天鹰教总坛 准备找英野王夺取解药 夜晚降临 纪晓福清醒了过来 发现自己满脸发青难看至极 说什么也不肯见英黎婷 英黎婷是他的未婚夫 他不要英黎婷见到那么难看的未婚妻 为了解开剧毒恢复容貌 纪晓福孤注一致来到了天鹰教 杨潇用英野王的毒标打伤了他 迫使英野王拿出解药解毒 这样一来 杨潇就轻而易举地拿到了解药 带着纪晓福离开了天鹰教 次日清晨 纪晓福醒来恢复了正常 猜测定然是杨潇为了他解药 丁敏君这时走了进来 谎称是灭绝失态的命令 要纪晓福无论如何 也要从杨潇手中拿回以天鹰 随后将一包迷药交给了纪晓福 要纪晓福迷晕杨潇 一炷香时间后 杨潇带着早餐归来 纪晓福趁着杨潇去拿筷子 把迷药下在了白粥里 杨潇见纪晓福神色有意 已然察觉白粥被动了手脚 可却还是故意喝了白粥 假装中了迷药晕倒了过去 纪晓福拿起以天剑来到门口 将以天剑交给了丁敏君 而他自己则是心中愧疚 觉得恩将仇报对不起杨潇 毕时想不开欲要投合自己 杨潇再次出现英雄救美 抱着纪晓福来到了岸边 纪晓福这才得知杨潇是故意为之 杨潇为了纪晓福放弃了以天剑 又多次救过纪晓福的性命 纪晓福全然被杨潇感动 再加上杨潇的强烈表白 纪晓福直接沦陷 纪晓福把自己交给了杨潇 可杨潇一夜春宵过后 他心知正邪有别 不肯跟着杨潇离去 杨潇卷服不了纪晓福 只好把铁烟令交给了他 不论发生什么事情 派人带着铁烟令到昆仑坐网峰找我 岛山火海绝不走美 拿着